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严 严三 你 你想干干什么 要 要造反吗 你问我呀 我残活 你还想吊过头去 我问你那么的个草草草 你到发发问起我 我来了你啊 你就别撞了 你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 我现在就给大家伙说 丁小们呐 我跟你说呀 就在千两天 那个唐景吴慢着咱们打点活 给南京方面汪景吴的人谈判 要把咱们发案团 变成汪景吴的个平局 要带着咱们去当罕见哪 弟兄们 就让咱们打应吗 对啊 对啊 你们不要听他听他胡说 我胡说 自己做点是自己心里明白 要不是你把唐景吴叫出来 让他说清楚 来 谈长来了 谈长来了 团长 你 你 你你看他 你这是干什么呢 怎么自己人牵口对着自己人呢 干什么呢 大家伙子我看了啊 这就是那个大汉奸 看来呢 爷三说谁呢 做死你啊 他才做死了 爷三 你就疯了你 我没疯 是你疯了 还敢带着我们的弟兄去偷奔王景吴 大汉奸 呗 我们弄不死 胡说 爷三 你那听谁说的 唐景吴 我 我弃暗投名 是跟你来打日本的 可不是跟你当罕见的 崔大哥你 爱是崔老弟 你千万不能受受他的挑挑唆 是是是是这挑唆呀 我问了唐景吴啊 我问你 你敢举事回答吗 你问吧 好 千两千 你是不是跟一个叫陈明的 一万位代表谈判 是不是啊 是 但是我跟陈明 是啊 大汉奸他签进来啊 是是就趁 你是不是 先那个管销量 那个签给你勺量 额外的还假条件 那是我跟汪森萌的计辰 干了 大汉奸看着吧 他承认了 什么计辞不计辞 这就是你们那个 挖的挖的挖的那个唾刺 那大汉奸 这不是啊 是 王八犊子你 唐景吴 坐我瞎了眼了 就跟着你 我爹就宰了你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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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三 你这是来逼宫的 好 我告诉你严三 你得逞了 你呀 用不着带着这些弟兄们过来闹 他 不就是个团长吗 打今天起 江海震把安团团长不干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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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够了他的奸 奸 奸 我认识啊 严三 我认你老了 我认你老了 我没老了 会长 德高望重 是江海震的倚重泰山 会长 你得出面主持举一时啊 这个江海震已经没人管了 是啊 会长 您是众望所归的领袖 保安团内讧 汤静武下台 颜三甩手撂挑了 这日本人来了 可就是天大的灾祸 是啊 会长 应该把保安团的指挥权要回来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江海震有什么不安定吗 暂时还没有 但是总让人感到不安哪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大事啊 保安团是江海震养着的 要闹啊 也闹不出大圈儿去 先警官其变吧 团长 团长 不好了 掌握长带领大伙去驱逐这镇上的日委人员了 你肯定想想办法去阻止他们呢 汪明贵怎么会这么干呢 说是照着颜三甩意思做的 颜三 这老汪真有一套 这颜三不是说野抗日吗 不是说不当汉奸吗 看他这回怎么办 看来汪三甩是在帮你啊 颜三下也不该怎么办呢 行了 你先下去吧 是 那你呢 你今后怎么办呢 我呀 我还实习我的老本行 谁认我有一技之长呢 这叫老天爷恶不死手艺人 你疯了 完团的事你不管了是吗 啊 团长 团长 小雪 来了 又不是团长了 快快快 快回去吧啊 团长 你不离开江海镇吧 你不离开江海镇吧 我当然不离开了 颜三 根据皇军方面的提议 现在南京政府决定 由你担任南通警备副司令 兼江海镇警备团团长 军衔是上校 兵马还是你们保安团的原班人马 你的江海镇警备团 可以扩充到一千人 恭喜贺系 颜三高手 感谢天皇 感谢王主席 感谢陈代表 和天主打索的载盘和天线 我颜三就是脑袋掉了天上 也有好大 神仙中和天主打索的恩情 好好好 皇军就喜欢像你这样的 知恩同胞的人了 颜三 赶紧替这个求人的啊 我请准备下证啊 我请天由打索 喝一杯 打倒人不敌我主意 打倒人不敌我主意 靠日必胜 靠日必胜 去除车上所有日文人员 靠日必胜 没事 你们继续合着 我继续合着 没事 你们继续合着 打倒人不敌我主意 打倒人不敌我主意 靠日必胜 靠日必胜 居住车上所有日文人员 居住车上所有日文人员 干什么 干什么 想造法呀 你们都抢着 如果经下了称代表和天线打坐 我绕不了你们 滚 和日本鬼子在一起的都是汉奸 你这个老爹 你想盗牌啊你 关子 预备 这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打 你们等着 难道吃了雄心的豹子胆了 敢到我们这儿来散演 怎么不敢 里边住的日本人都给我滚出来 这里是练武的地方 不是战场 这里是中国人的地方 不是你们日本人撒野的地方 赶紧带着你们同伙 滚出战海战 把你们保安团团长弹进武架来 他已经不是保安团团长了 谁呢 这里是中立区 我们受中立区法规的保护 少废话 中立区从今天开始取消了 镇下的所有日本人都在滚蛋 警方运出 deed 小海消息 小海消息 小海太太 不用准备了 小海消息 子超原缘 牛 odc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认为汤静谷是被赶出保安团 应该采取措施 对 目前我们对保安团 已经做到人比一尽了 小野军 你怎么看 既然我们已经撕破了脸皮 那么只有刀兵相见了 敬酒不吃 吃罚酒 将军阁下 我请求率本部连队讨伐保安团 把江海镇移为平地 将军 我愿率部前往 不 江海镇公式兼顾 保安团久经沙场 而接受我皇军的训练 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愿立军令状 十日之内荡平江海镇 十天 那就七天 唐副司令 就算给你七十天传回的 也不是家报 而是伤亡数字的 夏野军 我会用事实来说话 那就给唐司令七天时间吧 将军 备战 集结部队需要三天 攻打江海战需要七天 请将军宽限时日 好吧 我们就在这里静候唐司令的捷报 怎么样 孙先生 伤好了吗 好了 好事 看你把保安团给弄丢了 这就不是好事了 无关一身轻 更是好事 怎么样 刘司令那边什么指示 他让我们想办法提前做好 江海战百姓撤离的准备 同时要做好保安团 撤望西子军根据地的准备 可现在的问题是 保安团的指挥权 已经一手了 那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得在日本人之前 找到保障 手里面也 справ的 老王 来 进入吧 好 坐 怎么样 最近保安团情况还好吧 自从你走了以后 严三这个副团长 就开始带代理团长了 不过我这个参谋长 也不是吃素的 他想命里干这个干那个 没那么容易 好 有你在 放心多了 虽然保安团 有我们很多的弟兄 可是让严三这么一挑唆 一煽动 有很多人都站到那边去了 要想让他们回来 还得需要一些时间 我说你倒是轻松了 你这么一走 把一大堆烂摊的事 都扔给我了 不过话说回来 也不能怪他 你显得 咱保安团这帮弟兄 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跟着严三走 也情有可原 心光挺了 龙大哥 谁让我是你大哥来的 你挖个坑 我就得往里跳 你找我来什么事 我听说唐司令的部下 犯长庚的事 要在三天后 进攻接江海镇 消息可靠吗 应该没问题吧 是苏明辉的部下 所送来的 这苏明辉看来 人也不坏啊 别说人 人好与坏了 赶紧想退敌的方法吧 我的本孩是医生 所以这排兵部阵 也得从医学的角度来考虑 咱们本钱小 不能跟他们应聘 我喜欢 投毒 你当这参谋啊 这都屈才了 停 停 别 别跟我戴高帽 说 说正事 对付范长庚的部队 怎么个投毒法 投什么毒 你是医生 你得给我开 开方子 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这 这 这八千毒弟兄 再也不能说 一下都给他毒死 这也不成 这就是对了 这 这个我同意 你敢这样成不成 汤司令 你的部队为什么还没有出动 将军 我部范长庚师正在集结 吐槽暗算 你说什么 我的营区水井里 被人下了大量的中药 现在八千人歇毒 有六成是轻毒 还有三成是中毒 正在卫生队治疗 一成中毒 正在医院抢救呢 这么说 一整是的人马都中毒了 是 是 是 将军 现在我的兵营里 人马没换了 一片狼藉 医院卫生队全满了 抓到投毒的人了没有 正在侦查 我现在想啊 肯定是事先走路的消息 才遭此暗算的 不战而屈人之病 江海镇的保安团里 有高人哪 将军 我现在怀疑 是汤静武在背后操纵保安团 您想想 汤静武自军医出身 只有他才能想出这种主意啊 我要的不是分析和怀疑 是确凿的证据 是 是 是 汤静武 你误了皇军的大事了 整整耽误我了三天的宝贵时间 你让我太失望了 将军可下 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出征准备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们将杀进江海镇 好的 将军 汤静武脚踩几只船 战争一旦打响 新四军 还有重庆的军队 就有可能相继参加战斗 那么 就有可能演练一场大的战役 一个田中连队 那是小菜一碟 小野军 你有何高见呢 据我观察 江海镇的实际控制权 都在胡德普的手里 想要控制江海镇 就要首先解决保安团 解决保安团 就要从胡德普路上 我命令 田中连队即刻出发 沉冰江海镇 威逼胡德普 驱途海 田中大都是来跟你们 胡卫长谈判的 你把门打开 田中大都是来跟胡卫长谈判的 你把门打开 这是咱是不是向胡卫长报告 要不 咱也跑解决 好 那我去了 我去 好 天中先生 小野军 今天光临寒舍 不知道有何贵看呢 胡卫长 想必你也知道 现在我们大日本帝国 正在帮助王清卫主席 开展和平建国的伟大行动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将建成一个东亚联盟 这样 你们中国人 就可以和我大日本帝国一样 共存共荣 同甘共苦了 宏伟 这真是一个宏伟的计划 只是 毕人是一切草民 不明白 你们跟我说这些 用意何在 胡卫长 你是个聪明人 就别跟我装糊涂了 算了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现在 我们想重新整编保安队 全心全意 为王主席的新政府服务 胡卫长 你知道 现在保安团的团长 汤静武已经卸任 需要一位新团长 我们想了好久 最合适的人选 是你 老朽年事已高 而且一直都是从商 当团长带兵 恐怕难胜重任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会派小野军 作为你的参谋长 辅佐于你 还有 严三 汪明贵等 都可以辅佐你 这恐怕 这恐怕难以从命吧 看来胡卫长 是执意不从咯 不 不是执意不从 是难以胜任哪 玉田先生 亲自点了你的名 你如果不肯 我们无法奉命 我们无法奉命 而且玉田先生的脾气 你是了解的 你再这样推脱 我担心 不不不 是否 让我考虑一下 这就对了吧 副会长 这是您的聘书 我等着你的消息了 开车 天将军 你说他会不会答应 他敢不答应吗 他可是只老狐狸 总该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吧 我不明白 玉田将军 为什么 一定要拥有他来当团长 你知道什么 他是这个镇上最有得望的人 我们只有 把他拿出来做广子 才能服众 才能牢牢地掌握保安团 我有些担心 他的心力 已经很大 要是再当上团长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这个你不用担心 玉田将军早做了安排 他这个团长 是个虚党 真正的权力 还是在你这个参谋长的手里 还有 据情报人员汇报 新四军可能要对我们采取行动 现在我们就要去唐靖武那里 检查一下防御公职 好 鱼儿 放手 放手 你这是干什么吗 爹 难道你真的要去给日本人当走狗吗 鱼儿 你这话说得有点过分 怎么过分了 汪精卫那个大汉奸去投靠了日本人 日本人又收编了保安团 那不成了走狗军了吗 您要是去当了团长 那就是汉奸 你错了 我要是不当这个团长 只能保证我个人的名声 我要是当了这个团长就能保证全镇人的性命 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名声把全镇的人往火坑里推你懂吗 爹 爹 女儿这不是心疼您吗 我也知道 这些年您为江海镇操碎了心 谁都能明白您的苦心 可这是千古明节的事情 您要三思啊 手准 Theyeping 明天 你胜利 得面 能不有 如月 sen 开转的elen 您要保证 我们已经看不到 第二天才在ート 钱 我检查防御工事摔了一脚 不是摔的 他是杯哥挺大的大瘟狗给咬的 狗咬的 这我可治不了 这狗咬的你得去西医那儿治 我这儿现在是中医 你不是西医吗 怎么改成中医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药品医疗器械什么的 这都被你们垄断了 你看我这儿 你们俩都见着了 什么都没有 只能改中医了 我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 你赶紧给我治 小野军真不是我不给你治 不是你 真什么都没有 拿什么给你治 要麻药没麻药是吧 要控的疫苗也没控的疫苗 我这儿有白酒 要不然我先给你消毒 好 好了先坐先坐 谢谢 这伤口这么深啊 这是大狗咬的吧 可不是 这这一条哪个挺大的狗啊 这这什么品种的狗啊这是 你赶紧给我治 我给你治 我给你治 但是咱先说好了啊 你啊将来还得去西医那儿 打狂求疫苗 我这儿呢 你看我这儿也不是酒精 这就是白酒 我给你消毒 好吧 来 师哥 来 你消毒 你消毒 你这才敢这儿你 将来 跟于他有点摆 未来 ���嘘 破碍了 不不不 萧萧君 这这这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说我被狗咬了 毁坏我的行业 我这不是我这你好吗 你要是真赶上了这个狂腔瓶 这可怎么办呢 办啊 那你在诊所里为什么吓我 难道我被狗咬了 你很高兴是不是 没没没有小爷群 当时吧我就看你腾着 我就没人住我去烧 滚 小心啊 滚 我滚 搬搬搬 快点搬快点搬 一会儿小野军回来了 快快快快快 那些资料 那些资料要注意 都别吊了 田中俊 你这是要干什么 这个房积我用的有点大 我想换个地 哦 那你认为这个防御公式怎么办 只要有防御公式图就好办了 可是我认为这个防御公式 这十分的牢固 这十分的牢固啊 这件事我会考虑的 你戴口罩是什么意思 张静武说了 你被狗咬了 狠口罩会战胜疯狗病 原来你搬办公室是为了躲我 防御 防御 帝国的金人 所以才要保重身体 田中俊 你 你的行为 还让我含心了 拍 快拍 报告 进来 来 处长 哎呦 吓唬一笑 你 算了你 你怎么来了 您还不知道了吧 江海镇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汪精卫不是要支持什么和平建国 建立什么东亚同盟吗 他们要收编保安团 要让胡泽普当团长 你 那个 那唐静武 他怎么办呢 唐静武说不同意收编 下台了 那胡泽普 他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啊 我担心这个日本人上台以后 会对咱们忠义救国军不利 这不是特意来请示您吗 这样 三炮啊 你多派几个弟兄 到这里去打定情况 好 一旦有什么变化 立即向我报告 好的 那厨长我先走了 好好好 好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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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厨长 来 你呢 你来干什么 你家胡会长出任团长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了 太君 霍伟长他的身体不舒服 来不了 就让我再劳了 他说呀 他愿意 坚守这份聘俗 这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 太君 这当然是他说的了 我怎么能说的 要不然 我也不敢到这里来呀 好 你们中国有句俗话 叫做 拾食物者为俊极 我看 你们家胡会长 就是一个俊极 我准备 为你家会长出任团长仪式 举办一个隆重的旧址典礼 你回去和老头子商量一下 选你个时间 不不不不 太君 你看看啊 请那胡会长 答应出任团长呢 那么那个旧址仪式 我看就算了吧 我只怕他等时候 那个身体不舒服 他去不了啊 严塞 看来胡会长是愿意当那个团长了 既然胡会长已经答应出任团长了 小野俊 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保安团参谋长 你们修正任团长 你修正任 各种 gdzie为保安团参谋 � dragons 都没有灑营 怎么结束 我可以自 support 读死了 报官 你们的参谋长 由我全权处理你们的一切 你们要谨记自己的使命 为大日本劲苦 为王主席效力 虽然我是你们的新参谋长 可是我们接触已久 据我了解 你们的队伍是尽力缓散 战斗力弱不堪一击 所以从今天起 我要高强度地训练你们 一定把你们训练成一支 是强劲有力 铁骨战争的部队 是 唐队长 秀大队长 秀大队长 怎么了 我随意到对不起你 听信了颜色的话 把你赶出了保安团 把你当成个汉奸国 我跟着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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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有话你慢慢说 别别别 你别这样 怎么了 唐队长 我就是喝出我这条老命 也要把团长这个位置给你多回来 你说 咱们怎么干吧 崔老大说得对 你说怎么办吧 人 人 是 自从上次下台风波这么一闹 老汪 我突然觉得咱们团 内部其实很不同意 咱们现在贸然行动 肯定会引起更大的内讧 所以咱们还要等待时机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是啊 大哥 那得等多久啊 很快了 现在小野道情逆施 这人心呢 慢慢地 他就能聚到一块 唐大夫 一课 真好 这茶馆又开张了 恭喜你 阿甘 当上掌柜的 谢谢 还不是各位兄弟傻脸 分个板在里面等你 给客人上场 好嘞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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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小野军 小野军 你累了啊 先一会儿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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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战事的体力 太差了 差 上了战场 根本就不行 不过小野军 你别着急 有你这么一训练啊 一切都会有所改变的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 我在这里 给太医到什么呀 你让我 爷去啊 小野军 我怎么照也是个护探章是吧 再说了 我这铁 这铁铁铁铁铁铁 有点铁不得手服 我真是 放开 我瞧不行吗 快 快 快 颜子 快快你 快 快 老爷 那花待会儿我教吧 那你拿个什么呀 这个是刚刚有人送来的 说是给大小姐的 往里忙去吧 来 把大小姐叫来 大小姐 大小姐 老爷找你 爹 您找我呀 不知道是什么人 给你送了一本书 你自己看看吧 这是我让我上海的同学 从国外给我烧回来的 您也知道 这苏联的书 现在查得挺严的 我不管书的内容是什么 爹得告诉你 现在日本人那边很乱 虽说我们江海珍形势有所缓解 可是不能钓鱼精心 不要跟共产大人接触 爹可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怎么会有的 爹 我不就让我同学 从上海烧了一本书吗 您至于想那么多吗 真是搞不明白 明白不明白 你清楚 不快 快快 你 不快 哎哟 你个胡男的书 穿住 穷哥 出演 快快点 快快点 我这不在挂吗 快快点 快快点 爸爸快 快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快便 快快 快快 快aku 快 快去 快点 ł 快囆 快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杀堂 对 这就是书上的指示 安夫司令是汪妮的嫡系 他投敌后江海镇的局势 由原来的日 江和我们三方对峙 变成了现在的日本人和卫军 共同绞杀我们 我已经陪着大谈过了 姓唐的 另外要去复印 正是我们洞州的大好时机 好 没问题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刺客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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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活着回来 已经是不幸中的外星了 对了 你暴露没有 没有 冯玉 为了你的安全 最近一段时间 你先不要暴然行动 组织上 会做妥商安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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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